丹台醫院罹難的王姓員工 住家就在距離醫院 大約十分鐘車程的地方 颱風天她曾經為家裡漏水 短暫回家看過 又立刻回到醫院上班 王姓員工在工作期間罹難 太太不願意多說 屏東縣政府派人到家中慰問 王姓員工過去是連結車司機 到安排院工作僅一年多 工程部的同事人數大約五六個人 這次颱風天她原本不用值班 但是因為人手不足 受託消假回到醫院值班 這次因為火災上升的八個人 有七個人是住院的病患 六十九歲的莊姓患者 因為行動不便 家人特地請了一對一的看護 到病床前照顧 但是發生了火災 為什麼看護當時不在身邊 有挺一難聽 因為她也是辛苦工作的人 我不想去追究那麼多 就是自己運氣不好 我只能這麼講 颱風有跳電的情況 我們就覺得應該要前一天 就做好一些防護的措施 起火的所在跟我們媽媽 住在五樓 地董的五樓 還是我們會走過那邊那裡 安排醫院的榮譽院長 蘇清泉一早就到殯儀館探視家屬 很多家屬對於意外怎麼發生的 都是滿滿的疑問 只希望趕快調查出真相 火場意外的鑑定報告趕快出爐 三連新聞屏東綜合報導 在納費上北京都說 在荒聖局的約會 我們下午五樓